据淘媒体报道 徐伟宁和阮京天交往八年 日前惊爆情段分手 更传出因为男方惯性劈腿才决定离开 他摆脱小天女友身份后依旧引起热议 近日他接受杂志专访 专于松口坦言 自己在爱情中这么坚持 是因为骨子里那很拗的脾气 我就是不想服输 徐伟宁日前宣布结束和阮京天八年恋情 分手后不口出恶言 就算面对男方惯性劈腿传言 他依旧淡定不谈 他坦言 我也有想过谈那么久的恋爱也会分开 何必坚持要稳定 何必要那么理性 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吧 季度都想放弃了终究坚持 是因为骨子里那很拗的脾气 我就是不想服输 徐伟宁喜爱演戏 他也分享喜欢那种不稳定的感觉 因为私下自己在安全范围中 有自己的框框规则 演戏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用了 享受那种不稳定 让我觉得刺激 据淘媒体报道 徐伟宁和阮京天交往八年 日前惊爆情段分手 更传出因为男方惯性劈腿 才决定离开 他摆脱小天女友身份后 依旧引起热议 近日他接受杂志专访 专于松口坦言 自己在爱情中这么坚持 是因为骨子里那很拗的脾气 我就是不想服输 芮宁日前宣布结束和阮京天八年恋情 分手后不口出恶言 就算面对男方惯性劈腿传言 他依旧淡定不谈 他坦言 我也有想过谈那么久的恋爱也会分开 何必坚持要稳定 何必要那么理性 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吧 嫉妒都想放弃了终究坚持 是因为骨子里那很拗的脾气 我就是不想服输 徐伟宁喜爱演戏 他也分享 喜欢那种不稳定的感觉 因为私下自己在安全范围中 有自己的框框规则 演戏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不用了 享受那种不稳定 让我觉得刺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